歡迎來到膠食現場 Past Take Photo.HK的Q&A 不是喔,是翻舊帳 不是,即是回覆一下它這麼詳細的回覆 我們都可以跟它打開嘴 因為謝謝它留言這麼長的 由這個All Pass 80 究竟是80前、80後還是過了80歲呢?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先說說它的見解 它都認同這個GR3作為備用機的相當好用 不過7000多元真的很貴,而且很容易壞 不貴 為什麼不貴呢? 這個時代有些傻瓜機一樣都是定焦鏡 定價都一萬多,差不多二萬一 其實這部機7000元不貴 當然我們用以前那些貴一點的7萬多元 我看到很多來香港旅遊的東南亞人士都拿著這部機 對呀,有型的嘛 有型的,而且真的用得很多而照片都真的挺漂亮的 對呀,我又想回之前我用Phylm機連帶 已經用的Ricco這個牌子 沒錯 反應快、開機快、中的全部東西 Phylm連帶已經做到,現在可以更加好 對呀,但還有一個見解 就是說,如果你只是用一部機的話 當然可以選擇一些可以有不同焦段的相機 可以拍片,又可以輕巧 即是你那些,RX100那些 有了Zoom那些再小一點的機 對呀,它在說它自己第一部機就是GR3 什麼都不懂就拿了這部機去旅行冰島 雖然拍了一些很滿意的相片 一些負擔都沒有 但是由頭到尾都是一支定照 所以很多大景或者夜景都不夠做 更加Zoom鏡或Tally更加沒有 很多場景都沒有理想的效果 要廣角或者Tally都不可以 所以你去到旅遊的時候就不夠用 還有,由於你去旅行 可能就是很天曬落雨淋 去到冰島,又多瀑布 又有鹹水 之後呢,它的GR3是沒有weather seal 所以入水很容易壞 所以它去到冰島,差不多完結的時候就壞了 然後鏡頭異常 鏡頭異常可能未必關過weather seal問題 可能就是頂鬼主那個問題 對呀 對呀,它是拿回去RICO原裝維修 要五千六元 就直接買了第二部機 所以最終是拿回到內地做二千多元 咦,我也有這個經驗 是嗎?拿回去做嗎? RICO出名是壞什麼呢? 是壞在背後的十字仔的Dial 對呀,那裡潮濕了還是什麼? 那裡是應該用了老化之後 裡面的銀幕 哦,Back contact 最終都是別人做iPhone那些方法 不斷噴金屬那些防塑那些 防塑那些 然後按一百次之後就弄回 他幫我弄回 我試過做,但我做不到 那經過這一次呢 它就正真地買了一部機 今天買了A7C2 哇,簡直是開心了 那當然啦 它跟另外一位觀眾說 那部M50都覺得大部的話 就直接可以買一部 即是下去就不玩Full Frame 就不玩Full Frame 就玩APS機 但是呢 就算它買了A7C2都好 其實呢 上面帶了多少部機都好 因為那部GR3是有太細部 我不過意都會放在裡面 嗯 還有其實呢 我上次也有提到 GR3那部是有一部日記機來的 其實就好像你拍寶依來 意思是 你突然間有些東西想做一個紀錄的 就好像另外一本相簿 拍了在GR3那裡 就算你拍了很多不同的相片的時候 你也還有幾個照片 在GR3那裡 可以拿來馬上去電話裡 然後就做一個紀錄 訂上IG 喂,我也有 這部 這部 超級 這部 這部紀錄機更便宜啊 這部一千多元 這部紀錄機多方便 都有一吋感應器 真的很誇張 這個真的提外話 真的要講一下這個 就是一吋感應器放大 哇,效果真的不錯 但我就喜歡用它來做 拍黑白 因為黑白的效果 它是做得不錯的 其實每一部機 是有它的特性 是啊 我喜歡GR那部機的效果 就是說 就算我的IG 丟了很多不同的相片 我是可以從一眼就看得出 那一輯相片就是GR 是啊,獨特的 有時候我用過它的 Catala 它不同IG 不同用RICO 的IG的人 的相片 是會特別一點不同 因為那支鏡 其實是有獨特設計的 是啊,沒錯 蜂蜜 我刻意把我的RICO 做了我自己喜歡的色調 是 而它的5率是很高 令到就是說 一看就知道 那一個不是iPhone拍 一看就知道 那一個不是NICON拍 那一部就是GR 那當然啦 iPhone有很多Fuelta版 都是的 但是 不像的 因為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 到現在 其實很可惜地 大家拍完照 最終 可能只是放在IG 是啊,這麼小格 但是你要在這麼小格 就算放到電話 那個resolution 可能都是200萬 就是這裡也大一點 但是那個問題 就是說 你要在那個像素以來 看到整張照片裡面 Sharp與不Sharp的景深 出來那個層次的效果 其實只是在這麼小的照片裡面發生 其實你要知道 鏡的光圈夠大 以及它的景深夠窄 才會看到主體的突出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靠到那個顏色 或者是立體感 來令到它做到一個主體的分野 所以這部GR3這麼小的部機 又有APS-C的話 其實它就是有它的特色 其他的卡片機 很多人都會說 現在那些 Everyday carry的機 或者這些機 本身它那個CMOS 如果沒有一吋的話 其實就跟iPhone拍的差不多 是啊,都很小 很多 但是有一吋或以上 甚至乎去到一部GR3 這麼小的部機 都行到APS-C的話 其實是以往做不到的事 所以暫時來說 這麼小的部機 又行到APS-C的相機 其他牌子是沒有 是得到這一部 所以為什麼它有這樣的炒價 是有它的原因 就是說 富時的GX 富時的X100也好 都是行APS-C的CMOS 但是大很多 我這部機真的好像 你代部電腦袋 這麼小的部機就可以搞定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富士喜歡做大機 嗯 揹出來 喂 哦 嗯 那很重要的 很多人喜歡的 可能我們的平民 喜歡拍照是低調一點 所以這些 已經很低調了 是啊 所以 對於ALLPLASTIC80也好 即使它和我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 即是說 即使它本身有Full Frame 就是A7C2 其實它的GL3還是在機身上 所以呢 就是 事情是不會停止 不會錯的 是全部加進去的 所以你傻機還傻機 你這樣大機 換鏡的又是另一種用法 是啊 其實那個問題是 即是現在我想很多拍照的發燒友 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另一部相機 永遠都戴在身上 就是你的iPhone 是啊 經常不要幻想一部相機 之後呢 有這些compact camera 人就會再戴一部 可能你就會戴了這一部 即是你本身在用iPhone 都戴了這一部 是啊 但是譬如真的 有很多拍攝 會特意戴一部相機出去的時候 其實你突然有三部相機 在身的話 你可能會有些錯亂 因為究竟拿哪一部好 雖然那些相機最終 其實我都是會 都會上到iPhone 上到iPhone 幫我一個媒介 但是 我自己就變相 就好像 你現成就好像 有幾個album 有幾個folder 即是不同相機 其實我分的時候 我就會分個collection 即是以往可能我會 分相機 是用event來分 或者用日子來分 但是慢慢慢慢 我會放一個sorting的filter 我會用相機來分 因為其實有很多時候 我會喜歡相機 保留到一定的一致性 即是你把同一個film curve 的相片放在一起 或者跟差不多口徑的相片 焦距的相片放在一起 或者甚至乎好像GR 那樣 它有它自己特色的snapshot相片 即刻意可能我會整輯相片 都會用15分之1秒快門 來拍照 全部都是有motion blur 那你的相片就不會說 即是將來都好像 用不同的焦距來拍 或者不同的效果來拍 其實你的緝相是很雜亂無章的 是啊 甚至乎很多人 開到一個IG專門 是為了你一部sorting 對 沒錯 所以尤其是 好像我們發燒友的形式 去玩相片 不是做job 有時候 最終那個 照顧的對象就是自己 和follow你IG的人 的話 變相可能你就是 就是要更加定義你的 一輯相裡面 有一個特定的共通點 甚至乎給到一個主題 就不是說 好像我是一個 Event 領事 總之我就是要記錄 那一天發生的事情 對於那些人來說 它的主題就是 那一個Event 你用什麼鏡頭 其實都是圍繞著 那一個Event 所以那些人不會 怪異你 可能有wide shot 有tele shot 然後又大光圈展景深 有些人可能突然間 全部都要sharp 因為那個包裝的事件 就是那個Event 但是譬如說 我們日常的攝影 其實就是想 在同一個眼光 和一個色調之下 在你每一天 不同的上來做一個Visual Diary 變相這種態度 就是我想 要特別多一部GR3的原因 戴相機 是重的了 今天戴大機 人是小的 大機要招呼某些人 要幫人拍某些東西 或者我不需要做這件事 我當然會帶自己常用的一部機 拍攝自己的風格 這個也會是一個重量 如果有些網友說 M10重 換大機會重 其實重量已經影響了你的看法 要重新去定義一下 你喜歡攝影 是為了帶一部相機 輕的相機出來拍攝 一定是為了 要達到某個目的 這個要釐清一點 所以其實我也挺同意 EDC Everyday Carry 或者Everyday Camera 這個字眼 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部GR 加上它用USB-C充電 有時候我忘記了充電 就這樣擠一擠一隻尿袋 就走回 它永遠都是放在我的袋裡 即是就算我那天 特意會拿另一部單反機 或者無眼機出街都好 那部GR3都是放在那部機上 永遠在身 永遠在身的 而可能我特定有個目的 就是拿著那部可換鏡的相機 來拍攝那天的東西 但你身邊可能突然發覺 有一些是很適合snapshot 其實我就拿了一部GR3出來 而我那部單反機 或者無反機 我的鏡頭照 我是可以做snapshot機的效果 但是就不會拍到 就不會用那部機拍的 對 就是不是那種感覺 所以變了GR3 其實它的定位就是 它就是我那本Diary 沒錯 很多以前的幾十個攝影師 有工作在身的 都會有另一部機拍攝自己的東西 所以影像真的很重 想清楚戴什麼相機出街 下一部可以忘記了 原來你戴了的相機也是很棒的